Mal成 悠閒寧靜小鎮 不是那麼多香港人認識的地方 再加上五星級發展商 這裡就是Braw Homes 在阿佛藤的全新項目 B4 Meldos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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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utterfly In The Meadow Is Flying High In The Garden Is Flying Low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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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utterfly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Bright Time 我是城仔 城市地產仔 我現在身處在 Manchester 的阿佛藤 和大家將會看一間 Braw Homes 的全新項目 不過先給幾分鐘 大家猜猜我現在後面這座建築物 究竟是甚麼 一會兒和大家猜 今次要介紹五星級發展商 Braw Homes 在 Manchester 的全新項目 B4 Meadows Postcode M460BL 位於曼城市中心西面 距離只有半小時車程 有巴士和火車直入曼城市中心 生活配套非常完善 環境、治安、生活水平都是極之高 而今次重點推介的就是一個 以樂城的114號單位 四房獨立屋連獨立車房 正南大花園 賣價是354,995磅 跟我們Bright Time 當然還有折扣和很多東西送 先看看Float Plan 樓下客飯廳分明 有洗手間 亦有多個Storage 用來擺洗衣機和Boiler 而樓上就是四間睡房 主人房有套廁 中間就有Family Bathroom 好了 這間就是Prod 114的真身 有獨立車房 Off-road parking 亦都拍到兩架車 當然還連同EV Charger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進去看看 這間四房獨立屋 The Harlem Showroom 今次這個項目首張價單 開價真是極之吸引 三房半獨立屋 只是賣264,995磅起 三房獨立屋 都是賣294,995磅 不過最棒當然就是這間四房獨立屋 近來在家裡研究做焗豬扒飯 令我悟出了一個人生道理 對呀 從買材料開始到準備業績 再到真的落手落腳去煮 我都真的跟足了網上的教學去做 但到最後出來的成品 和我想像的有很大的落差 吃軟還要自己洗餐模 最後我終於明白 與其搞那麼多東西 我不如給錢出去茶餐廳吃算吧 又好吃一點 又不用自己做 又不用自己洗 又不用自己洗 不好吃了 又可以罵一下廚師 又或者上網寫食評寫衰 同樣道理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買樓可以自己買都行 用不著找Agent 但與其要自己摸著石頭過河 倒不如出去茶餐廳吃算吧 因為跟我們Brighttime 買這個new bill項目 是有五大保證 第一 我們保證跟進整個買賣程序 無論是事前的實地考察 入屋拍攝 還是事後的文件處理 我們都會不厭其煩地幫你去做 讓你躺平收樓 第二 我們保證定期入屋實景拍攝 你的屋的建築進度給你看 讓你知道現在你的屋的狀況是怎樣 簡直好像你有份喜 第三 我們保證收樓之後 會幫你處理入住前的準備 例如幫你做基本清潔 幫你準備定日用品 讓你一入屋就馬上有渣的感覺 第四 我們保證幫你爭取最優惠價格 送最多的東西給你 憑著我們和發展商長期合作的關係 我們能夠為客人爭取到的折扣 和送的東西 一定會比你作為一個散客自己走進去買 多很多 我們近來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幫客人爭取多足足9000磅的折扣 最後 好老實跟大家說 在英國不是每間發展商 每個項目都會有佣金給我們 某些項目 如果發展商有給佣金我們 我們當然絕對不會收取客人一分一毫 但攤完底牌給大家看 今次的項目 Broad Homes 是沒有佣金給我們 所以我們會合理地收取客人服務費 我們保證是或一收費 無論你買多少錢的物業 我們收費都是一樣 不會以你的樓價百分比計算 保證不會劏你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為你爭取到的折扣 是多過我們收取的服務費的話 那這碟焗豬扒飯 又何必自己煮呢 如果看樓已經成為了你的嗜好的話 求你訂閱我 按下小鈴鐺 保證你每個星期遊樓看 感謝感謝 等了很久 又到了港京時間 根據官方數據 這裏住了22000人 98%以上都是White British 但原來以前這裏 並不是叫這個名字 話說很久很久以前 這塊地是由一位 叫阿佛騰的大地住中有 後來有一位姓Charles Bent的農民 租了這塊地來奸作 由於他出產的農作物是特別好吃 所以四封八面的人都會叫你 要買了就去找Charles Bent 久而久之 這裏就簡直叫做Charles Bent 時至今日 雖然Council 都決定用阿佛騰來做他的證名 但這個舊名 在整個城市裏 都還是隨處可見 例如這裏是有 Band Child Primary School Band Child Temple 或者還有一條Band Child行 嗯? Sorry 是Charles Bent 真的令我低俗了 到了工業革命時期 阿佛騰其中一種最重要的產業 就是棉沙製造業 所以這裏有很多沙廠 而片頭的Inner Mills 就是一間建造於1908年的沙廠 直至1999年正式關閉之後 政府就決定將它活化 改建成一間百貨公司 即是好像南風沙廠 而從屋苑步行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這區的市中心 Market Street 這裏除了有很多不同的商店之外 還有很多很吸引的餐廳 當然最吸精的 就是這座建於1879年的聖葬 The Baptist Church 在市區裏 真是走到哪裡都可以見到它 總括 阿佛騰能夠遠離萬城市中心的繁銷 有完整的生活配套 治安、環境、生活水平都較時中心高 但距離其實只是半小時的車程 35萬磅就能夠找到四房獨立屋 最重要是這裏還未見到很多香港人 絕對是你落腳的有一選擇 Blohomes 在阿佛騰能夠選擇 地方開全新項目 環境治安、生活水平當然好 有興趣的朋友 立即聯絡Blohime 我是城塞地產仔 記住這世界是沒有原名的屋 只有適不適合進來的屋 下集再見 拜拜